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要的发展或观察的指标 那么邱泰三对于马锡 可能要见面这件事情 倒是相当低调 可是特别跳出来讲韩国瑜 他说韩国瑜发文称 台湾地区发生地震灾情 那么用语不精准 特别酸他说 如果是我一定会讲中华民国台湾 真的吗 还是只讲台湾呢 或者是卓榮泰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前一节讨论到 连中央社都发了新闻说 非常有高的可能性接任 格魁这件事情 连中央社都发了的话 是不是卓榮泰 以过去民党的主席 现在也被点名 新任的行政院长 有很大的接触是卓榮泰之外 副院长人权有谁 传出了林佳龙 郑立军 罗文家三位 而顾立雄呢 这位国安高层被点名国防部长 文人部长接国防部 现在我们大家曾经很多讨论过 军方的将领将军都说 他已经hold不住 所谓的军中的各种系统 但賴清德在不在乎 这才是重点 胡思耀就说 未来内阁人事部决定都是台湾派 被点名的都是一时之选 什么是台湾派 你说是台湾 你说是台湾 你说不是台湾 那你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谁不是台湾派呢 那賴清德即将上任 美国怎么紧张法呢 在这个分析里面认为 罗森伯格是早一步就来台湾表达立场的 拜习热线随后就登场 马上大陆的快艇翻覆事件 让美国有强烈的危机感 所以才会有进来动作平平 就是怕賴清德就任之后不可控 为美中拉锯战投下变数 要看看賴清德是不是个稳定的因素 现在是美方关注的焦点 当然最近也传出来AIT的人选 可能会有异动 好 那国军对于美军 又要再加买M1战车这件事情 首批38辆都准备加购 这个是对于军购的108辆M1A2T战车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首批的38辆 今年底总算要抵台了 就是我们买都要提早预购 很久很久都不会来 那现在有一批要来了 那这一消息是 这一批战车都加购了美军 经由城镇作战防护需求 所研发的各种套件 包括了塔顶要有这个车长的 透明防护罩 机枪遥控战 所以做好打城镇战的准备了吗 还有现在有三艘中共的海警船 突然到了台湾东岸 那引起了这个我们 我方海警来不及 措手不及 是这样形容的 那其实呢 这三艘被认为说 知情人士说 是全程静默的方式 默默的高速航行 到了我们的岸边 那经有军侦测到的 电子讯号分析 有军不知道是谁 研判是在帮解放军测试 中国版星链的国网 提供火箭军 未来精准打击的资讯 这也不可能 但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代表 两人之间的关系 在很多紧张的氛围里头 也有一些较劲在当中 所以中美在南海交锋 这两天我们大家看到 马上美日澳飞联合巡演 就要来登场了 美方有意升级驻日的美军 包括改革驻日的美军指挥系统 把关接提升 将任命为四星的将领驻日 代表更可以直接指挥控制 那么日前驻日的美军 之前是总部位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 现在直接跟日本有一位四星的将领 就可以直接指挥下令了吗 或者是做出军事的研判吗 岸田文雄当然今天出发到华府去了 接下来预计跟拜登见面之外 也要进行国会的演说 他在出发前接受CNN专访说 面对这个世界推向的历史性转折点的时候 将会使得日本改变防御的姿态 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 日美同盟变得越来越重要 也就是说从废除武装的这样的日本的状态 现在要有军事的各种的参与行动 跟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的军官在建议说 要把每艘战舰都变成航母 这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利益月刊的报导 无人载具AI的时代 每艘战舰都可以为某一种类型的 航母的形态来因应 那当然一艘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 就意味着省下了130亿的美元 如果每一艘战舰都可以像航母一样来运用的话 那就可以省一些 不过空军却有一艘新锐的战机 这是在解放军的部分被观察到 有一场海上的防空考核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是来自于大陆微博上面讨论的很热烈的消息 说是空军出动最新型的战机 以模拟敌方空袭的方式 对055大区进行各种的高强度打击 干扰等等的新战术 就使得055算是被认为很先进很厉害的 大区域雷达系统一度陷入盲区 所以代表的这种多媒的模拟 非但使得防空系统在应对高速高机动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被困住或被控制了的吗 那代表是所谓的考核成功了 所谓很虐这种信用词吗 待会有我们的小舰长军事专家 可以帮我们来分析 亮哥我们先来看看 在现在各种人士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美方关注的 当然是到底台海能不能稳定 我觉得左隆太阻隔机会应该蛮高的 因为有好几个管道都传出是哪阻隔 比较不确定应该是副院长 还有国安会秘书长 事实上我是蛮难以想象 总统没有用自己人当国安会秘书长 因为那个是 总统要掌握第一手的情姿 通常国安局长跟国安会秘书长 就是还有那个总统府秘书长 这三个人应该是对总统是最亲 最直接的 那国安会秘书长这个人是不容易找 这个我也知道 尤其是莱清德未来这四年 可能碰到的军事的问题蛮多的 坦白讲顾立雄 他是很努力在接触军方 因为这方面他真的是一张白纸 可是毕竟他也经过两年多了 所以现在军情方面 他也认识不少人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賴清德把他换掉 他的适当的人选是谁 除了找军方现成的人之外 因为賴清德未来这四年 其实军情很重要 因为很可能都会有 很可能都会有随时有紧张的状况 这个我们讲白 讲大白话 比如说金门撞船 像现在人家也不认你的执法线 可能很多比如说接近澎湖 接近哪里的海域空域等等 我认为军情对他真的蛮重要的 反而是国防部 国防部就是尊重专业 事实上我们过去国防部长 文人部长就是孙政 另外一个是蔡明宪 事实上历史证明很难进入状况 做不了多久 国防部真的太专业了 而且我讲白了 这个事实上在立法院待过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人 应该都了解我的意思了 就是有关军品的采购 还有军方个别问题的处理 你如果没有军队里面相当的人脉 你要从哪里切入你都不知道 真的 这个真的难度很高 我说实在 你说你要找个文人 比如说顾立雄来接国防部 这个事实上对顾立雄来讲是降级了 因为国防外秘书长是院长旗 所以对这一点我是一直以为有点怪 因为我觉得国防部长的人选比较容易找 就尊重军方 比如说如果是海军 那就是那几个 那几个李仲威 李启民 黄曙光都可以 陆军就出国正流量 今天有个报道说是海陆军各种军种在抢这个位置 不是啦 可是你要做绝断 你不能够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找一个不是军方的人就这样接了 我认为顾立雄来接国防部长会比接国安会秘书长还要辛苦 因为国安会秘书长处理的层级是比较高的 它是战略性的问题 你是继续留任国安会秘书长 赖兴等会不放心 就是他们相处的问题 事实上你不要忘记了 上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就是姚文志跟柯文哲那一次 那次新潮流是支持顾立雄 新潮流跟顾立雄是蛮熟的 而且我知道新潮流有几个人跟顾立雄是非常熟的 比如说段宜康 段宜康跟赖兴德也很熟 所以我不认为会有沟通的问题 那只是说赖兴德跟小英的问题 我讲白了 我认为不是新潮流的问题 是赖兴德会不会在意小英的问题 是这种问题 那这个坦白讲是他们 就赖兴德跟小英的 这个长期累积的 恩怨情仇 就是有一些矛盾或者尴尬 那他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比较不信任顾立雄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国安会秘书长跟总统府秘书长 一定要紧紧抓在手里的人 这个我想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就像亮哥讲重点是 那他有没有其他国安人选 比如说总统府秘书长 我可以理解他可能还是要用潘梦安 潘梦安跟他比较熟 不是林佳龙 这个我可以理解 所以才会传出说 林佳龙有可能当副院长 是这样的传闻 对 林哥那显然林佳龙前一役 据说在向院长选举期间 为了要争取各种的可能性的运作 现在院长大卫可能无望了吗 听说他还是蛮努力的 还弄一个什么影音小组 但是不知道这个努力有没有成果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情况不是很妙 我必须讲就是恐怕赖清德要考量了 除了他自己亲疏 然后彼此之间信任感 他恐怕还要考虑美方的观感 所以我觉得他内阁里头 搞不好有一些跟国安国防相关有一些东西 恐怕也不是赖清德一个人能够决定 恐怕美方也要很多的意见 特别是赖清德最近看起来又有点暴走 前两天讲那个什么重建国家 很久没公开谈话了 对啊 洗敌人心 是啊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听起来大概头又开始痛 不知道他到底脑袋在想什么 洛杉伯决定常驻台湾 不然一天到晚要来太累了 AIT理事会以后天天在台湾开会 所以我真的觉得赖清德如果持续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人大概插手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这个对他也不见得是好事 那M1 A2T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为了打城镇战 如果不是为了打城镇战的话 我们其实在现阶段来说 国军最需要加强的是战车 当然不是 所以基本上你会想要补强战车 就表示准备要打城镇战 不然你弄战车干什么 我们其他海空的实力还欠缺很多 为什么都不加要去加战车 这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个新闻幕后我就觉得很诡异 说三艘海警船冲到我们24海里线 我们措手不及 这三艘是快艇吗 是很小的船 这三艘都是三四千顿的海警船 这么大的船你看都看不见 不会吧 我们的雷达在干什么 人家冲到你24海里你才发现 这还得了 24海里他马上就要冲到你岸边 请问一下这么长一段距离 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们平常不是说解放军的所有动态 我们完全监控吗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掌控的 他今天是海警船 如果他就战舰 又不是无人机飞得那么快 船能跑到20海里是多快的速度 也不过几十公里的时速而已 讲的一步好像他们 这又不是什么逆中构型的船 那就是一般的海警船而已 你们为什么雷达会看不见 为什么会措手不及 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人家去做什么实验 去配合他们的战术 去做各种测试 这是一定会去做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防备 已经疏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要到人家接近到你24海里 你才发现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严重 那至于说什么以后 每一艘船都要变成航母 那是讲的比较夸张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要配合无人机作战 基本上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 以后这些所有的船 都会搭载无人机 因为价钱便宜 又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们国军要赶快跟上 不然我们真的落后世界太多 小建长当然这两天 就有持续的两边 都有阵营在军演当中 是的 刚刚讲到说055万顿驱逐舰 它在防空测考的时候 被狠虐 什么是狠虐 狠虐 其实它就是饱和攻击 简单的来讲 而且是从空中水面 以及水下的目标 也就是多重目标出现的时候 那个就是狠虐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TAO 就是你一个作战管制官 你要负责 你要看这么多的目标 来进行管制 然后来依据战斗系统的排序 来决定优先的攻击顺序 那真的是狠虐 其实我们台湾海军 也做这样的训练 那万顿驱逐舰 这个055 其实它最为人所不知的 也就是前面以及后面 的这两个阵列 那前面这个阵列 其实依我的研判 以及所获得的论文的资料 它应该也就是高功率微波 这是这个部分 后面也就是米波雷达 解放军从开始做052C 这一型的驱逐舰开始 它都一直有米波雷达 不可能到了055没有 而是因为它的构型改了 你看不出来 我们刚刚讲的 有关于说 这一个高功率微波雷 其实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只是它收进 它的那个垂直的壁板里面 那这个是美军的构型 那至于说我们说万顿驱逐舰 它后面的这个 其实它用的就是米波雷达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 那个JY26的这一种米波雷达 事实上来讲它是对折运输的 对折运输的这个尺寸塞进055 刚刚好 所以它就是米波雷达 那至于说 我们刚刚那个韩明哥讲的说 这个怪怪的的确是怪怪的 为什么就是海警船跑到这么近 你不可能不知道 海警船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测试什么国位 比如说讲国位的人 其实很外行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指挥体系 也就是 无论是中国海警 或者是解放军 甚至武警 他都是中央军委指挥的 那他在中央 那个中央军委的指挥之下 他用什么可以指挥 我们这样讲 在2021年的3月 175编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 无论是包装杂志 或者是我上节目 我都有讲过 他访问的军官的胸标 有火箭军的 你有想过吗 海军编队出去 怎么会有火箭军的胸标 除了火箭军的胸标之外 还有战略支援部队的胸标 然后他有带的是 那个071的综合登陆件 那个是什么 他用综合登陆件来模拟航空母舰 他早就已经做好 这一种长那个 越过台湾的 这个通讯 或者是我们讲的 command and control 根本不需要国位 就已经可以达成了 这个用旧技术就可以了 不用一天到晚放心名词 觉得好像高大上 其实正好凸显了 你不懂